好 最后一个呢 就是把路由写入路由表 路由写入路由表 ISS默认情况下 可以放最优的路由条目 放你路由表默认是4条 对吧 最大呢 根据你的设备 以及ROS的不一样 那你最大支持的条目数也不一样 对吧 然后的话呢 我们ISS的这个 什么 管理距离是115 这个东西是可以改的 对不对 这个东西可以改 你可以看到 show cns protocol 这块 你可以看到两个 啊不 show show ip protocol 这边有个110 但是呢 我们现在是ip里面的 ip里面ISS的 是不是115 这面目好说了 对吧 这个是4颗的 跟其他厂商是不一样的 对吧 怎么改 distance 比如说ISS 内部的 有没有 不是这样的 这个是管理局 它只能量配 我说10 从哪边学过来了 10.1.2.2 对吧 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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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distance 试一下啊 show ip 从R4 我没有 试一下 这本来就是R2自己了 我从R1这边改了 distance 呃 10 现在都是115 对吧 从R4 10.1.14.4 0.0.0.0 不是这样不是这样看的 不是怎么看的 不是怎么看的 那是怎么看的 show ISS database level 1 R4.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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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tail 看的是这个有可能 看的是这个计划 ip 那听懂我意思吧 试一下啊 distance 20 4.4.4 0.0.0.0 从R4 学过来的所有路由 ad 改为20 so ip 看一下 哎 改了吧 哎 它对应的是哪个 对应的是 LSP中间 这个tlv132 这个地址 对不对 啊 lsp中间tlv 不是接口的那个人啊 不是接口的吓一跳 对吧 不是接口的吓一跳 我们在写的时候 写了这个吓一跳的 对吧 写了这个 那这个生效了 说明是跟那个tlv132有关系 show ip protocol 看一下啊 哎 跟应该是 这个git away吧 可能是跟这个git away 有关 git away git away呢 就应该是那个叫什么 就应该是你那个 lsb中间的那个tlv132 值 tlv132值 行 那我们这个写入楼表 这个东西也讲完了 好吧 其实呢写入楼表里面 还有一个小fisher 就是可以优先写入 和怎么写入的 这个到fisher里面再说 行 那我们基础课程 就讲到这边 好吧 基础课程就讲到这里